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局方占了中路 那么就是河 而现在这个局面有一点特殊 当局方是占了中路 但是他的老将是在高层 在三层楼 所以呢 如果说他这个老将现在放在这里 那么就是正河 这个谁都没办法赢他 但是他的老将在这里有缺陷 因为他现在黑的明显的不能够进来 进来我这一打 好 你再跑开 我又退居 这个中路就要被红方抢去 那么这个就输了 那么现在能到红的肘子 红的肘子 假如红的现在退居 好 如果你进来 那我一打就赢了 但是黑的可以退 红的再停过来 那么黑的再退 那么你只有这样逃过来 给他尽重 那么这个又变成正河 鞠炮 赢不到单鞠 就是鞠光将占中 成正河形式 那么你现在这个形式 有没有什么办法 鞠炮一方 通过运职 把这个中路给他抢过来 这个也是我们要温习的 一个基本知识之一 好 我们现在跟大家演戏一下 红方怎么走 红方他现在炮七平三 先等一招 为以后下一步的手段做准备 如果现在黑的去让开中线 那么红炮三平五 那么以后退过来 你要守头 我就抢中 你老将 鞠在中间 我要退居 你也不能吃炮 马上就抢过来了 所以说 这个炮七平三的时候 黑鞠是不能够离开中线的 黑鞠只能进来 或者随便走一个 那么 红区 退到这里 那么 可能有棋友会问 你要退这里 我这鞠不能过来吗 可以 如果说 你是退这里的话 进这里的话 那么红的还可以再等一招 不好再横一招 这个没关系 你这个鞠怎么走 你老将不能进 你只能居直里走来走去 所以你还是要退 所以这步棋是红的权力 一定抢得到的 那么现在很明显 我走了这一步以后 下一步我一平中 就要抢你的中路 那么黑的一定要退降 对不对 黑的退降 那么 红炮 二退八 好 应战中路 你黑降 六平五 那么我 红炮 二平五 一江 你现在鞠如不 让开叫沙 我正好 炮五推也行 禁居也行 这个 你怎么走也不行 那么 如果你出降 那么我怕无退 叫沙 叫沙 它只能凭这里 凭这里 我们现在 红炮一江 它可以下去 那么我就 炮就上来 炮上来 它是可以 将 我们也上来 它这样可以抓我吗 不是 或者是 再将 或者就这样抓我吗 知道 我正好 这个鞠 你看 这个保重 这个鞠保重炮的同时 等于是也管住它的降 这个鞠别助它离开 好 离开以后 我们 鞠炮顺利占中 那么 鞠炮占中以后 这个赢的方法就简单了 我这一退鞠 他平鞠 那么我就往这里 那么大家都知道 这个就是红方可以 一江 上来 沉底 然后你这个 再随便走一下 他就走这个 你一让开 他要退这个 海底牢狱 典型的海底牢狱 那么即使说 刚才黑鞠就放在这里 那也是没用的 这我也是退回 等到你平鞠 我一将一将一打 你不平鞠 我这样走 还是在这里 也是一个海底牢狱 所以刚才这个鞠炮 单鞠占中的情况下 因为老将在三层 这个特殊情况 那么 红方鞠炮 可以利用 这一个特点 通过一个鞠炮的 巧妙的组合 把中路抢回 那么 重新构成 海底烙月的圣诀 那么希望 这一个典型的角力 能够对广大企有 有所帮助和启发 谢谢大家